逆袭被胎抢轻的决斗 第一章 背叛与悬赏 在繁华的都市中 24岁的李承正面对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他的女友小雨不仅出轨 还决定与他的情人 一名在游戏中颇有名气的渣男结婚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打击着李承的自尊与心灵 我要报复 李承心中怒火中烧 决定不再忍受这种屈辱 于是他在游戏中发布了一个高额悬赏 誓言要抢回自己的女友 在悬赏消息发出后 无数玩家开始对小雨的婚礼展开抢轻行动 李承在网上看着各种抢轻的计划 心中愤懑不已 却也隐隐感受到一种快意 第二章 匿名影次00017的出现 不久后 李承收到了一条来自匿名玩家影次00017的消息 这名玩家也表示想要参加抢轻行动 并邀请李承一起合作 对于这样的合作 李承虽然感到惊讶 但也暗自高兴 至少不再孤单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对抗那个渣男 影次00017的话语在李承的心中激起了共鸣 于是两人迅速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同策划抢轻的计划 第三章 抢轻计划的开始 李承和影次00017开始进行抢轻的训练 他们在游戏中一起刷怪 打Boss 逐渐培养出默契 李承逐渐意识到影次00017的技术相当高超 无论是打击还是战略 似乎都有着不俗的实力 你怎么会对小鱼那么有兴趣 李承好奇地问 想知道这位队友的背景 影次00017沉默了片刻 回到我只是在这个游戏里寻找一个值得的人 这番话让李承感到一丝莫名的感动 但他并没有深究下去 因为心中仍然挂念着自己的失去 第四章 初次抢轻 抢轻的日子终于来临 李承和影次00017在游戏中的婚礼现场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面对着游戏和他的追随者 李承感到心跳加速 脑海中浮现出小鱼的身影 今天我一定要把你们全部打败 李承大吼一声随即冲了上去 他的战斗力在愤怒中被激发到了极致 在经历一番激烈的战斗后 李承和影次00017最终成功击败了游戏及其支持者 可是当他们准备庆祝时 却惊讶地发现小鱼居然对这场战斗毫不在意 第五章 怡云重重 战斗结束后 李承与影次00017逐渐意识到 这场抢轻行动似乎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简单 小鱼并不在乎他的未婚夫被击败 反而对李承的感情表示怀疑 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 小鱼冷冷地问道 眼中透露着失望 李承心中不知所措 对小鱼的感情与自己心中的坚持开始产生了矛盾 而此时影次00017却默默地看着 似乎对这一切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第六章 逐渐拉近的距离 随着几次抢轻行动的进行 李承与影次00017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两人不仅在游戏中建立了合作关系 还在生活中成为了朋友 影次00017的神秘感让李承感到好奇 想要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个名字 李承问 影次00017轻轻一笑 这个名字没有特别的意义 只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里留下痕迹 李承开始欣赏影次00017的坚韧与冷静 逐渐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第七章 不寻常的转折 就在李承与影次00017渐渐拉近距离的时候 他们在野外刷怪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那是渣男所隐藏的一个地下基地 里面藏着各种黑暗的交易 这里有问题 我们需要调查清楚 影次00017冷静地说 两人决定潜入基地 查明真相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险恶的战斗 面对重重困难 却也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默契与信任 第八章 掀开真相的面纱 经过一番努力 李承和影次00017终于揭开了渣男的阴谋 原来 渣男不仅出轨 还利用游戏里的资源进行非法交易 试图在游戏和现实中同时获利 我们必须将这些证据公布出去 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李承怒火中烧 决定不再容忍这样的行为 在影次00017的协助下 他们将所有的证据整理好 准备向外界揭露真相 第九章 千军议法的对决 在公布证据的当天 李承和影次00017迎来了最终的对决 渣男得知计划后 派出了更多的追随者来阻止他们 这是最后一战 我们一定要赢 李承心中坚定不移 激烈的战斗中 李承与影次00017携手合作 毫不畏惧地面对渣男的追随者 经过一番拼搏 他们最终成功将渣男击败 让他无法再在游戏和现实中继续他的阴谋 第十章 真实身份的揭露 随着胜利的到来 李承准备揭开影次00017的真实身份 他已经察觉到影次00017可能与渣男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我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李承直言不讳 影次00017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轻轻摘下了面具 李承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竟是他曾经的学姐张静 你你是张静 李承难以置信地问道 张静微微一笑 是的 我也曾经是渣男的备胎 只是想要透过这个角色寻找属于自己的存在感 李承心中感到一阵波动 这一切的背后原来藏着如此多的故事 第十一章 情感的升华 李承与张静的感情在此时迎来了新的升华 经历了这些事件后 他们互相理解 互相支持 对彼此的感情愈加深厚 我从未想过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你 李承说 心中充满感慨 我也是 这一切都让我明白 真正的情感不仅仅是游戏中的胜利 还在与彼此的陪伴与理解 张静回应 眼中闪烁着光芒 第十二章 新的开始 随着事件的结束 李承与张静共同决定不再沉浸在过去的阴影中 他们一起开始了新的旅程 无论是游戏还是现实 都携手并肩 在一次次的冒险中 他们不仅找回了自我 还找到了彼此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传奇 在游戏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未来的路上 我们不再是被拍 而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李承微笑着说 是的 我们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张静点头 两人的心灵在这个旅程中更加坚定 谢谢您的听估论 按订阅